泰迪狗生完狗,没奶,小狗吃什么? 很多人会觉得,哎呀,我们如果母狗没有奶的话就好难, 胃咬小狗死亡率好高,其实不是, 在我们医院里面大部分都会喷到是泼泼山, 而泼泼山的前几天母狗是完全不带的,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用人工去咬, 反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, 就是人吃点辛苦, 现在有很多种类繁多的宠物的羊奶粉啊牛奶粉啊这一类的, 他们在去煮乳糖之后再做一些精的加工, 能提供的营养元素也是特别棒的, 所以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,或者是不喂奶的话, 我们完全可以提供这些商品奶去给它做一个补充, 只不过人要沸沸辛苦, 因为头七天的时候可能每一到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。 小妾是泰迪狗生完狗没奶,就人工去喂养, 现在有很多种类繁多的宠物的羊奶粉, 牛奶粉这一类的, 它们在去除乳糖之后再做一些精的加工, 能提供的营养元素也是特别棒, 只不过人要费辛苦, 因为头七天的时候可能每一到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。